连续三年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岳云鹏得到了不少朋友喜爱 但是最近却遭到了北大教授的痛批 认为岳云鹏学历太低 但是人民日报却力挺岳云鹏 到底是北大教授没事找事 还是人民日报互独子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视频 探秘小岳岳学历背后的故事 能够登上春节联欢晚会 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 而连续登上三年春晚 更是难上加难 而岳云鹏却做到了 干什么又要分手 一会儿我打给你啊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那么说相声的岳云鹏 又是怎么惹上了北大教授呢 这位北大教授名叫孔庆东 他先是肯定了岳云鹏的相声水平 但是他就认为 岳云鹏除了有点无伤大雅的低级趣味之外 主要毛病是爱冒充有文化的人 他还认为岳云鹏没读过很多书 喜欢不懂装懂 岳云鹏实在是害人不浅 此后岳云鹏一直没有回应 反而是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夸赞了岳云鹏的努力 也算是帮他侧面证明了 那么岳云鹏学历到底怎么样呢 岳云鹏从来都不会避讳自己的学历 此前岳云鹏还在微博上 发布了德云社成员的学历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德云社中学历最高的是阮云平 毕业于清华大学 而学历最低的则是岳云鹏 毕业于University of PGZ 听过德云社相声的人都知道 岳云鹏每次都会拿学历来调侃别的演员 比如他喜欢说搭档孙岳 过去是被大象的 还说郭麒麟初中没毕业 最过分的 他还敢说郭德纲没上过学 那么岳云鹏舔姐的University of PGZ 到底是个什么样学校呢 好像根本都没听说过 经过视频军多方求证 最后发现了 这个所谓的PGZ 是岳云鹏在相声当中提到了一个地名 就是庞克庄的首字母缩写 所以个人猜测 岳云鹏说的毕业于庞克庄大学 其实就是暗示 自己没读过什么书 毕业于社会大学 这点郭德纲也曾验证过 他说岳云鹏是个农村孩子 14岁的时候就辍学在酒楼打工 是郭德纲偶然在酒店吃饭的时候 发现了岳云鹏 将他带回了德云社 而岳云鹏一开始 也是在德云社过着扫地的活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 才得以登台演出 插个桌子扫个地 也叠个大罐啊 倒杯茶水啊 也就这个活 然后就在凑米条一单 就听台上人家说 然后给我们点词 没事就背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挺乏味的 他也不给开公司 我跟我们家长说 我将先不给你们寄钱了 意思就是先别指着我了 因为家里太穷了 那几年没几钱 也不挣钱 那么北大博士这次痛批岳云鹏 到底是小题大做 还是岳云鹏确实误人子弟呢 视频君认为 应该是前者 之所以这位北大博士 发表出这番论文 是因为他将做学术的态度 带到了相声当中 我们都知道 相声本来就是一种娱乐 我们大可不必严谨地对待娱乐 大家之所以喜欢相声 是因为相声可以让人开心 能够给人带来快乐 如果相声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 选择用做学术的方式去对待他 那么大家大可以直接去听一场讲座 而没必要来德云社听相声了 相声也就失去了本来的味道 所以总的来说 我们应当尊敬学术教授 也应当尊重相声的表现形式 这毕竟是祖辈留给我们的 是一种传承 我们也没有必要 特别去判断对与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 就请您动一动小手点个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